真的是一步错步步错 台大医院进行器官移植 没想到沟通出错就造成了患者身陷艾滋危机 而现在传出连医护人员也有可能受害 因为当时前往新竹摘取心脏的成大主刀的医师 因为他要抢时间 当时他几乎是下半身都浸在艾滋患者的血水中 连内裤都被染红了 事后他得知捐赠器官者是艾滋病患 人都杀猪 在这个电话的沟通当中 对于reactive或non-reactive的认定有了误差 灰头土脸一再道歉 但台大医院出了这个错 已经不是道歉能解决 因为不只接受器官的患者受害 现在连医护人员都深陷艾滋风暴 当时负责到新竹摘取心脏的成大主刀医师 还原摘线的过程 他说在抢时间的状况下 他的下半身全净在艾滋患者的血水中 连内裤都染红了 心脏取出来之后 必须在四到六小时运回台南的手术台上 他没时间冲洗 只能把污染的内裤脱掉 套上外裤跟鞋子 直到回到台南 他才发现这里身上还有干掉的鞋子 26号才接获台大通知 捐赠者是艾滋病患 成大包括十多名医护人员 还有运送检体的工友 一共三十人笼罩在艾滋阴影下 已婚的主刀医生当场傻眼 他们一定会有防护的措施 三次防护的等级 可能没有到这一层啊 就是说根本多的 捐赠者本来就是不能够有一些感染的问题嘛 医生下半身浸在血水中 只要有一点破皮伤口 又有感染危险 成了艾滋高风险群的这名成大主刀医生 现在也只能私下感叹 这是医疗行为中一定会有的风险